� 상황 我们是邻南大学 香港同学会小学 教学理念是enhak 着重 akci chickens 能从体验中学习 但我们也兼顾了 传统的教学 在学校最重要的 教导小朋友꾼 정v 有知识 在品格上我們都是相當重視的 我們學校的課程特色 是不會放棄傳統的教學 但是都給學生一個體驗學習 特別在小組學習上面 我們都是很注重的 在初小上面 我們的小組學習 是很著重小朋友彼此溝通 他們要懂得去尊重對方 但是去到高小 這個小組學習就會比較知識性強些 各自的小朋友都需要回到家去做些預備 或者在組內各自都有些工作上的分工 這個合作很重視他們 在此之間是你有角色的 有分工的 而你亦都要懂得去尊重和理解對方 這個知識的交流就在這個過程之中產生了 很記得在十周年紀念當年 家長們原來初小和高小 各自地排了兩套劇 將學校日常生活的小節 特別是老師職工 對學生的無微不至 和日常的照顧 呈現在在舞台上給我們看回 當時我看到 是很感動的 我最喜歡學校的圖書館 我最喜歡學校的圖書館 因為我很喜歡看書 一有時間我就會去圖書館看書 我喜歡學校的3B班課生 因為它早上那時候 可以讓我們很安靜地閱讀圖書 我最喜歡學校的課外活動是跳中國舞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跳中國舞 而且我覺得和其他同學一起跳 中國舞是一件很開心很好玩的事 我最喜歡的活動就是水墨畫 因為它可以把我們的箭寫得漂亮 還有我很喜歡畫畫 我們對於小孩子的自我管理 都是很重視的 希望家長都明白 我們會有一本手冊 我們會利用這本手冊 跟小朋友去建立這些功課 書本和要帶的日常用品 都是由他自己慢慢去建立 成為他自己的習慣 成為他自己的責任 我們領南大學 香港同學會小學的修生準則 是小朋友要懂得和別人分享 在他和別人相處的過程中 他能夠和平和有禮貌 我們重視的當然就是 父母能夠明白我們學校的教育理念 也是他自己教小孩子的一個原則 互相之間能夠相配和認同 相信往後走下去的日子就會輕鬆 我們領南大學 香港同學會小學 最重視的是 能夠為小孩子 創造一個安全而友善的成長空間 ives有個展示 對 滾滾 2019年